Hello,當大家看到我們這集桌面這麼多東西就知道 我們這集說的東西就是關於遙控器了 相信大家在選購第一個FPV的產品 第一人接觸到的通常都是遙控器 因為就像之前我們的影集有說過 如果一開始新手想玩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他們買一個遙控器 但是怎樣選購自己第一個遙控器呢? 當然你來我的店鋪選購當然簡單一點 因為你直接可以自己拿上手來試 因為待會我會慢慢跟大家講解一下 為什麼選擇遙控器是要自己親手選擇上手 會比較容易一點 但是真的來不到店鋪的 或者遠在海外其他地方 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那要怎樣選購呢? 我們今天都準備了幾個 叫做市場上比較受歡迎的產品 大家可以從中看看有沒有 哪一款是比較適合自己的 因為遙控器就沒有說 哪一款一定最好 有些人手大 有些人手小 有些人可能是預算的問題 又或者可能連它的飛行方式 都會影響到他們選購遙控器 那以下下來 我們會盡量將這幾款遙控器的特性 我們講一講 那看看會不會選到自己最適合的遙控器 我們第一隻說的遙控器呢 是FreeSky的遙控器 其實FreeSky的遙控器 其實都有出了不同類型的版本 有大有小 但是通常來到店鋪 我們會比較多建議的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款 這個是FreeSky X9 D Plus 2019年的版本 旁邊這款是我自己比較低調的遙控器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上課 接觸的學生比較多 我們都要找些遙控器比較容易吸引到人 所以這款是我自己找不到的 放心 但是基本的情況 基本的遙控器 它的顏色有三種 有白色、藍色 和最基本的銀色 詳細的圖片 我應該都在這裏 你可以看看自己喜歡哪個款 你看到舊版和新版 最基本的分別就是 你會看到它已經把它轉成滾輪式 舊式是按鍵的 以前是開關鍵 現在已經按了這種按壓式的按鈕 舊版本不是說找不到 現在還是要在現手市場上 比較容易找到 但是為何會突然拿出舊版本 因為其實它們兩款 各有一個好處 因為舊版本 可以支援D8和D16的接觸模式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D8和D16的話 以後我們會詳細說一下 簡單來說 就是以前 有些叫做舊式的 飛機 也不要說舊式 它們的飛控板 是已經內置了一隻接收 通常那些叫做舊式的板 又或者是內置接收 通常是以D8模式 來進行連接通訊模式 變成 新版的遙控器 它很神奇的 但是它竟然不支援 它用另一套連接的 protocol 叫做Access 但是它們現在都會支援D16的模式 可能聽起來 對於新手來說 它會覺得一頭無水 有D8、有D16、有Access 有很多不同的 protocol 不過我這樣理解 你用這一款遙控器 市場上一款算穩定的接收 它都會支持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用那種 基本上你買這一款 都不會死罪人 遙控器它用的系統 是用OpenTX 系統 是一個Open Source的系統 美國設計 相對亦都非常可靠 剛才我們看到桌面的系統 其實 它們全部都是OpenTX 所以使用上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拿出去問別人 基本上它們的設置 它們的menu 是一模一樣的 很多人都可以幫到手 選擇這個遙控器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它後面 亦都有一個擴充的位置 那用它做什麼呢 有些人玩到後期 想用一些更可靠的 無線通訊設備的話 它們會另外加一些 模組 什麼模組 我們後再說 都可以說 我們可以接收 Crossfire 不過使用上 就有些要注意 它除了可以支援 Crossfire 之外 亦都是我們 作為一個聖年人 我們會覺得是一個 比較 好握手的遙控器 它的重量分配是不錯的 當然 每個人都不會爛 爛了就配 小問題 還有我們覺得 這種遙控器 它握上手 因為其實遙控器 當然選擇一個 自己喜歡的 是很重要的 即是樣子 是很重要的 但是 反過來 好不要握手 就真的看個人的長短 因為正所謂十隻手指都有長短 這個遙控器 你有沒有看到 它本身是 黑白螢光幕的 黑白螢光幕 有沒有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是這樣用的 其實你設置完之後 你其實都是戴著眼鏡飛 你都不會看著畫面 其實它有一個 X9 Lite 的版本 即是比這一款更小 但是我們都會建議這一款 因為它的好處就是 雖然它用這些 這樣叫USB mini 的插頭 但是它是支援充電功能的 對於一般新手來說 就簡單一點 因為它本身 遙控器 雖然沒有跟電池 但是它跟了一條線 你的遙控器 只要接著電腦 可以直接用電腦來充電 對於一開始 甚麼都未玩的人來說 它未必會有我們用開的充電器 它可以直接用這個遙控器 接著電腦 就可以用模擬器來練習 亦都不需要特別擔心電量的消耗 因為你一路已經用USB充電 可以充滿遙控器 那你是不是可以一路練習 不需要想想 會不會玩完幾個小時之後 又沒有電 又要拔出電 用來練習 會比較方便 至於它的舊版 其實用途上是差不多 不過舊版是很有趣的 它是有一個DC插頭 即是你需要用一隻火牛 去接著它 如果你是上網找舊版的話 最好塗上那隻DC火牛 再用它 會比較方便 第二支我們說的遙控器 是Jumper的T16 Pro 這支遙控器 已經經過幾代的改變 已經轉了很多新款 當然 為甚麼要轉新款 就是肯定它們有自己潛在的東西 別人的東西我們不方便說 如果有興趣 你來我的店舖 我會和你慢慢解釋一下它的歷史 當然我們當然是說它的好的東西 它的好處就是 以它這個價錢來講 它已經連上金屬的搖桿 還有 嘩 我們開來看看 它是有了一張SD卡 當然SD卡不是值錢的東西 但它是用彩色的螢光幕 相對來說 這些人會覺得 聰明好多 同樣的價錢來講 彩色螢光幕是否比較值得 還有它是用金屬的搖桿 為甚麼要金屬的搖桿 我們稍後再慢慢解釋一下它的好處 還有它的天線是可拆式的 即是說不刻意放進袋裡 抖斷了 你也不用擔心 我要整個螢光幕拿去弄 起碼 自己可以換回天線 你不要看下去 天線好像沒甚麼人 相信我 很多人玩到一段時間 抖斷的機會 比不抖斷的機會高很多 還有它們現在最新的改版 就是上面的USB插頭 已經用由以前為人救病的 Mini-USB 轉換做Micro-USB 不對 轉換成Type-C 這樣就變成 用來搖進電腦的模擬器 就會方便很多 它已經內置了 它新版 內置了一個多合一的接收 它除了可以使用市場上的 Freesky 叫做最多人用的接收之外 它也支援Fly Sky 衛星接收 Fu他把的接收 基本上市場上買到或找到的接收 它全部都支援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遙控器廠 Freesky 它們推出的D8和D16 它全部都兼容 而且 它後面也有這個插頭 給個拿筆 給個拿筆 可以 它也可以支援Crossfire的接收 簡單來說 它是多功能 多支援 全面支援的遙控器 簡單來說 買了它回來 你都不會擔心 有哪些東西你不支援 由於最新版本 Type-C的插頭 已經可以充電 方便很多 這款小小的遙控器 最近非常出名 亦都多人找 這款是TBS Teenback Clip出的遙控器 它和我稍後會說的另一支遙控器 很特別 方便又小小支 但它們只開完它們的單一接收 TBS出的當然是支援Crossfire的接收 好處? 一件的 價錢便宜 小小件 方便接上天線 放進袋子 我現在手上拿這支是普通版 如果你是買它的Pro版 一開始還送一個鎖匙扣 不過現在我想再找到比較困難 Pro版多一個好處 就是它這支遙桿 它是可以做摺疊式的 它是拉出來拍下去 看影片吧 就會有一個摺疊的遙桿 放進袋子便更加方便 特別是很多人說要旅行 或者已經玩航拍的人 想多用一個充電器 又不想帶一個大遙控器 這些就比較方便 因為它是小小的 而且它用的接收 是用Crossfire的接收 相對來說 穩定性 大家也算是備受贊退 基本上你用得它的接收 你也不會擔心 補機機飛 會不會突然之間 叮 這樣 相對來說 當然飛起來 安全可靠一點 它只可以用回原廠接收 看看能不能訂購 都比較搶手 最後我們要介紹的一支遙控器 這支也是我們介紹的這麼多支遙控器 最便宜 如果作為一個學生哥 或者新手 或者一開始不想帶太投資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遙控器 它當然跟剛才相比 沒有顯控器 沒有那麼多功能 它真的很簡單 後面有一個設置 和Bind 鍵 已經可以用到 但是 基本上 因為它們用的搖桿質素 是和市場面上的 百多元的玩具 是幾個級數的 都是那一支 有興趣 就是拿上手 試過 你會覺得 那個Gimbo 不錯 為什麼Gimbo 這麼重要呢 其實Gimbo 的質素 很愉快 一開始 你可能未必有這麼大的分別 但是當你玩耐了 看你用得暴力 用得暴力的話 你會發現 可能你玩了半年左右 為什麼你一路飛 都不準 甚至會有嚴重偏移的情況 就是因為Gimbo的質素 裡面的塑膠件 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是有機會令到你參數偏移 如果你飛小機 當然會有小問題 但是如果你飛的 是一些大型的機種速度快 還是一支搖桿裡面自己搖一搖 那你想想是沒有危險 所以買一支相對可靠的遙控器 就很重要 你要記住 你飛上天那部機 可能是千多元 加上高舖 可能是五千多元 就是因為你自己的Gimbo 這樣一陣 你想想是整部機 就掉下海了 是不是很大件事 所以買一個比較可靠的容器 會比較好 這支容器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是用 Micro USB 簡單來說 大家隨手都可以找到 Data 線 記住 駁電腦的無器 一定要用Data 線 你不要找一條Line充電 就是平時的吹風扇 一定要找Data 線 插入電腦才可以用 不然到時你回來問我 為何沒有反應 那你明白 一定要用Data 線 變成它可以本身 放置充電 又用Micro 基本上 人們放在家裡 當作長插用 用來做練習 很方便 聽這句 真是送禮自用 兩相二 還有 它也是使用OpenTX 雖然你看不到它的 interface 但它可以插進OpenTX系統 是一樣支援的 裡面有很多設定 調控 都可以做到 當大家看完這麼多款的搖控器之後 選到自己心愛的搖控器沒有 當然 都是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選擇搖控器 不只是看它的外觀 或者價錢 有時候的東西要實際插上手 適合它 不一定適合你 適合小朋友 不一定適合大人 就正如剛才我們所說 適合搖控器 可能插上手 Gimbal 用你自己的操控方式 會不會頂手呢 例如 像這款搖控器 如果我們以Hybrid 的形式 你如果是手指短的話 會不會很容易被這些位置頂住了 你要記住 搖控器不只是看樣子 人體工學 或者是你操控的方式 也會影響搖控器 插上去 舒不舒服 可以的話 實際插上手 試一試 去店舖試就好 又或者是 看看你們家裡附近 會不會有其他的 飛行會 他們有活動 你們去參加 實際看那些機手 他們的遙控器 可不可以借你插上手 試一試 都是那句 有些東西 試過才知道 那 下來試一下 下來試一下 記住 買買買 下次見 再下期 再見 wwww -